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安 以及青年评论员历史哥 打来这位 这里历史哥 主报 全球感染人数已经突破了20万 那么台湾今天开始禁止入境 结果民众开始疯抢物资 台股在今天大跌了537点 已经跌破了8700点的大关 创下三年半的新低 该如何就是振兴经济呢 蔡总统在今天上货线发表谈话 那么在产业纾困跟振兴方面 除了运用600亿的防疫特别预算 我们要加速地落实 我们产业的纾困 那么政府呢 还有大约400亿的 以缓计级的预算跟各项的基金 总计可以投入1000多亿 纾困跟政经的这个计划里面 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 进一步扩大支出规模 全力来稳定国内的产业 以及提供从业人员 氏族的照顾 好 总统也说物资绝对够 如果囤积的话要重罚哦 不过我们先来讨论经济面 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包括了交通部 已经通令旅行社 四月底之前都要禁止出团了 所以这些旅行社 都是比较指标性的旅行社 包括了熊师 停止出团到四月底 粗估的损失金额 就已经高达50亿元 一家业者就损失50亿台币 因此呢 现在各国也都推出了 非常巨额的纾困方案 我们来比一比 好 您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说是1.2兆美金 折合台币是36兆 那么美国的人口是3.2亿 那么昨天我们听到了 我们的财政部长说美国比较有钱嘛 但是来看看其实像香港 香港的人口只有740万 但是人家的纾困规模是 1200亿港币 折合台币大约是4600亿元 那么事实上澳门的例子也很少 就有一例 但是呢也是非常庞大的纾困金额 南韩是16兆韩元 是新台币4045亿 新加坡45亿美金 那么折合台币是1350亿 人家新加坡是只有600万人口 那么咱们2300万人 目前总统说是1000亿元的这个纾困规模 比先前通过的600亿看起来又要来加码了 不过我们的主记长竹泽民就说了 牛车轮慢慢走也是会到的 只是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走 1000亿元真的够吗 费委员 当然是不够 我在立法院礼拜一礼拜二连着骂了两天 刚才主持人秀一个资料非常好 我也准备了 就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 为什么都要拿那么多钱出来纾困 其实台湾只有600亿 不是1000亿 另外400亿是基金 根本不算啊 你知道吗 它是来冲这个数而已 就像我们那个什么振兴 这个振兴 美国人一人发1000美金3万块 台湾说800块 跟各位报告不是800块 一个人发不到100块 我们20亿2300万人 你想想看 一个人1块钱2300万 一个人10块2.3亿 一个人100块是23亿 我们只有20亿 现在只是假说我那个package 我们四个人也许只能一个人去 那个人去 你要这个这200 200加钱是80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只有八分之一的人有 一个房间才800块 我们再讲 如果说我们这次的疫情 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 也许600亿够 因为还没有破坏到 它那个伤筋动骨 可是谁敢讲说 到三月底就会结束 美国川普都讲说 它可能要到八月份 他希望到八月 因为美国12月叫选举了 他当然希望选前几个月就好 真的八月就会结束吗 只有两样东西 确定有了之后才会结束 哪两样东西 一个叫疫苗 一个叫解药 当这两个有出来以后 那个才叫结束 没有出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想说这个结束 因此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都把这个灾情的想象征 六个月左右 台湾是想到两个月 所以我们索困600亿 600亿够不够 真的不够 我跟各位报告 就像股市好了 今天到8700点 你认为 你认为这是最低点吗 万一再下去怎么办 再下去 我们不要去讲不好听 免得让大家这个心情更沉重 如果再下去 达到一个数字的时候 很多的公司因为没有现金 我们通常看一个企业 看四大报表 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还有股东的这个 他的股权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现金流量表 当我没有现金去让他公司 云运的时候 各位听过叫做黑字倒闭 其实我的资产是大于负债的 可是我现金转不过来 就倒闭了 对不对 这个那种例子层出不穷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 现在如果不就 等他倒闭的时候 马上出现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失业潮 大量失业 大量失业潮 那就变成政治问题了 当然如果说大量失业潮 人民的房屋贷款付不出来 企业 企业他的现金周载 他银行贷款还不了 最怕最怕是什么东西 就是资金的流动性 是美国为什么要投下去一兆 1.2兆 他就想增加他的流动性 当然流动性如果没有的时候 银行就会出现问题 银行出现问题 那时候大家不敢想象的 就像人的血液循环 当我哪个地方被阻住了以后 那叫做中风 经济最怕是什么 我宁愿料敌从宽 我宁愿多拿点钱 让他营运的好一点 但是千万不能发生失业潮 千万不能让银行的系统出问题 所以包括民进党的立委 我们在财政委员会 他们也在问600亿够吗 我们很奇怪 我们在野党 在野党照理说你要多要钱 我不要给你 我们要砍你的 但是我们出发点是 不希望影响到每一个人 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活动 所以我们一直问你说够吗 一开始国民党要希望编一个特别预算 民党一开始是不要的 后来社会舆论说要好 他才愿意要 我们一开始要说比照SARS500 其实太少 所以我们派的协商代表叫曾明忠 还问他们说 600亿要不要多一点 他们说不要够了 确实这种态度 在野党劝他们要多缺一点 我是觉得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疫情不会很短就结束了 我再跟大家报告 我不专业 但是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恐慌 因为不断有人住院 不断有人死亡嘛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为什么 为什么要讲两样对 减少死亡就是打疫苗 让产生抗体 有解药让得确诊的人 他可以富裕嘛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两个没有确定的时候 谁也不敢讲说这个疫情就会结束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疫苗最快要一年吧 所以你只把说疫情只有两个月 然后美国讲说半年 我都觉得半年都显短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提到说 现在这状况难道不紧急吗 总统是不是应该要来发紧急命令了呢 总统在今天也亲自回应 以现阶段的疫情状况来看 我们的法律跟政策工具 目前看起来是足够的 未来如果情形 情势有变化 造成更大的经济 跟社会的冲击 我们会是需要 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甚至于是快速修法 或者紧急命令 就是要看实际的需求来决定 好 紧急命令就是要因应这些危难 或者是财政上的重大变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做必要之处置 那么事实上在过去 包括了921的时候 也曾经有发布过紧急命令 但蔡总统仍然认为 目前他的这个法令的工具是足够的 那么其实台湾从今天开始 已经限制外国人入境 而且之前也宣布 大学以下师生全部都禁止出国 就引发是不是会违宪的争议 结果是各界都在呼吁总统 应该要发布紧急命令 但是总统却好像不这么认为 永平姐你怎么看 我觉得紧急命令是不是现在发布 因为你目前以台湾的疫情状况 你如果现在就发布了 那他在更进一步升级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工具可以用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坦白说我们现在台湾 是我个人并不是很认同 对于我们防疫到现在的做法 固然我们比起世界各国 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个人不认同的是说 开始对我们防疫的 不管是指挥官 一些相关团队的政治人物 好像在进行一个造神运动 你对他的所有的做法跟决定 通通都不可以质疑 你一质疑的话 铺天太地的网军 就来你的脸书洗版就来攻击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觉得 我觉得跟他这个紧急命令有关呢 因为今天蔡英文政府 如果我们讲 现在全世界的政府 都在走一个很困难的钢索 这个钢索呢 你两边都要平衡 你一边叫什么呢 一边叫防疫 一边叫做雇经济跟民生 还有社会秩序 那我们台湾呢 在防疫这块做得不错 可是你雇经济跟民生 刚才我们听在野党的费委员呢 讲得就很清楚 在野党都关心你 认为我们跟全世界 目前不管是纾困各方面的 比较来讲呢 根本完全都是人家的几十分之几 甚至比我们人口少的地方 纾困的金额 还有力道都是非常大 你这样子起码才能够让企业 有一个底气 觉得说哎呀我有个信心 我现在就算困难 我再撑一下 可是台湾没有 台湾不但没有呢 不仅那个纾困金额 少得可怜 它连最基本的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做的 我也希望我们费委员在立法院 更进一步强力的主张的是什么 相关的税捐减免的部分呢 什么措施都零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马上成为一体 当然会呀 大家都知道我们 报税是哪一个月份 五月份就要报税了 马上迫在眉睫 你大家现在如果现金流 都出问题之后 你不要只是考虑 个人的这个所得税 你考虑企业 尤其是一些盈利事业的公司 他马上到了这个五月 那他现在怎么办 他如果公司的现金都不够 他要不然就是叫员工放无薪假 这个最的可能他得大规模解雇 现在看起来 大家老板都还是努力撑在那里 可是他一到了税 要缴税的时候 他突然又得缴一大堆税 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来根据什么 至少延你这个税 不管是延后缴 或者是减免的可能性 我认为现在的政府 看起来今天 蔡英文在今天出来讲话 第一个他比起世界各国的领袖 都慢好多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看一看 我们舆论行为媒体的反应 大家对他的讲话好像无感 播出来的时间也很有限 然后之后大家讲的 还是疫情指挥官的 关于疫情最多的新闻 那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没有讲什么 第一个蔡英文就讲说 那个600亿 600亿以外呢 我们还有个400亿 应该足够如何 然后呢就口头性的呼吁 叫大家不要去囤积货 他就讲的这样子不痛不痒 就是我讲的两个 这个走在钢索的两边平衡 一边疫情我们管控的不错 可是我们疫情管控 我们付的代价是什么 是叫大家都不活动 叫大家都不出去 叫大家都不要旅游 叫大家都不要消费 你在这种状况下 你的整个产业各方面的影响 还有今天的股市 台湾的股市 本来也相对抗跌的 今天也跌很凶 这些问题 总统蔡英文出来讲话 都没有给大家一个打强心针的感觉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认为说 好这样的政府 你赶快去发布紧急命令 你在其他那个部分 你做了什么 紧急命令是什么概念 是发布下去以后 立法院除了他发的那个紧急命令 十天后或一个礼拜后得追认 何况你发布紧急命令了 哪一个立委敢打 通通不敢打 稀里呼噜过关了以后 空白授权一大堆 他可以这样 可以那样干犯你隐私什么的 然后动不动把你抓来 动不动干什么 你等于全部的授权 叫他什么事都可以干的时候 那你今天先做几件 让我们大家安心的事情 先来看看 我认为这个政府 我再讲一遍 防疫做得不错 可是就纾困 就安定民心 就大家不要恐慌 就让大家的生活 工作各方面的保障 这一块真的完全不及格 我觉得政府缺缺一个计划 叫做Plan B 就是说我们现在疫情 好像是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说靠着我们的防疫 可以撑多久 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政府应该 让大家安心很简单 也就是说如果六个月 我会怎么做 如果稍到明年我要怎么做 把这样的工作告诉大家 那是更好 那紧急命令只回归一件事情 如果现在到处限制人家出国 没有法源授权的话 你要不要办 还是公然让他继续违法的 这个才是我们讨论 要回归到宪政的本质 法律的本质 这才是重点 所以接下来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说因为就像病患一样 我们的经济也是 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就要救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救呢 好我们来看世界各国的情况 德国现在是全球第五大的疫区 梅克尔说的 这是二次大战之后的最大危机 西班牙的Zara宣布要关闭全球 四千家的门市 销售额已经跌破了百分之二十四 好美国的失业率预估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二十 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 那么就是等于是三千两 这个两百万人会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失业 那么不是就代表大萧条之后又要来了吗 而意大利现在的死亡人数太多了 军车压境只能靠军车来帮忙载运棺材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费委员 你看如果连美国都预估 他们的失业人口会是三千两百万的话 然后美国川普现在是量化宽松到一个极致的 不管是降息啦 减税啦 样样都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纾困是六百亿 然后发给大家八百块的 振兴消费钱 没有没有 不是八百块 他刚才讲了一个人一百块 对对对 我在讲一个人啊 一个人大概九十块了 八十块 不是不到九十块 二十亿除两千三百万 一个人就凭 他不是六百亿去除啊 他有其他的钱要做别的事 二十亿嘛 一百块都不到 先跟大家讲 经济部一直在糊弄人家嘛 就是说你有机会去做这个消费的话 你这个package最高是八百块 但是多少人有机会去拿到这个 这个纾困券呢 最有八分之一的人 八分之一的人 那个人有八百块的机会 只此而已 不像美国每个人都发一千块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说美国的事业率高 一千块是美金 对不起 对 你要讲的是美金 我们还要乘以三十 一千块美金 这样好台币三万块 一千块美金是扎扎实实会到手上 对 他是给check 只要你是美国的公民 他就记一张check 记一张check给你 一人一张支票 大家应该要更嫉妒香港 香港是一万港币 一万港币 对对对 一个人 每个人 台币三万九 那部分公民 你只要是香港人 大人小孩通通都有 那个美国是公民 这个我跟大家报告 如果说20 失业率20 是有两个意义讲 是从去 从不是 从上一个世纪 1930年 积极大萧桥到现在 大概失业率 没有再到 到超20% 包括世界大战的时候 都没有 都没有这样子的惨重 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失业率达到20% 川普连任之路 可能会出现状况 而且当美国失业率20% 美国是全球买东西 最大的地方 最大的地方 它是一个 如同我们这个帅哥讲 它是一个消费的市场 如果说当美国出了问题 美国人失业 他怎么去买东西呢 那台湾会不会受到 台湾是出口导向 我卖给 我卖东西给你 可是如果说你不买 我怎么办呢 我们工厂就要关门了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能只看到 是台湾 你如果说你把全球 你说我这把台湾封到 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安全 统统统就好了 不会的 所以因此我还是在这边 呼吁主持人 这个题目讲的 600亿的纾困 真的是够吗 当人死了以后 当企业倒了以后 讲什么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未雨绸缪 不要去糊弄老百姓 光讲说 美国人发3万块 台湾发800块 不是的 台湾100块都不到 我再讲一个简单的算数 台湾2300万人 一个人10块钱是 2亿3000万 一个人100块是23亿 请问我们书会 我们的政策经济是 那个钱是多少 是20亿嘛 所以一个人不到90块钱嘛 状况就是如此 状况就是如此 委员我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企业减税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企业减税 我要求了再多 就是不减税 现在你刚才讲说 延后 分析减税 延后一年 我礼拜一 支持 我的网络被安冒说 我那么凶 我讲财政部长 我讲了10分钟 逼他说 请问你 什么样的状况下 可以延后缴税一年 就是为了他说 重宽认定 什么叫重宽 重宽认定的标准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 谁认定是现在没有 我看得到吃不到嘛 对不对 被我逼了 最后讲出来 我只要 今这几个月的一页额 相对于去年一页额减少10% 这就符合这个标准 你告诉我 不管是10% 我说20% 50%我可以接受 你告诉我标准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官员觉得 一切一切的前景都是乐观的 延后脚现在是还可以 还有个小门 可是减税没有 没有 就是不肯让 我是觉得 当企业现今出现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倒霉 失业率都倒 台湾失业率到达5% 我告诉你 政治风暴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接下来经济的前景 是令人感觉有一点担忧的 但是在今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出现 疯抢物资的情况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好了 因为英国这几个女生 真的是为了抢卫生纸 大打出手 还有人被推倒在地 后方的人群 还不管他们被推倒了 还要挤进来抢 急得员工大叫冷静 甚至还有的商店 是出现了踩踏的意外 最主要就是因为 英国的死亡人数已经破百了 而首相也宣布全国停课 好 你不要笑人家 我们来看看台湾是什么情况 台湾现在只是确诊破百 但是超市的画面也很夸张 卫生纸全空 那么量饭店 这个车潮为了排队 想要进量饭店来抢东西的车潮 细致的量饭店 排队排到了南港去 因为进不了 包括了鸡蛋 罐头 卫生纸 这些物资是几乎被抢购一空 在各国纷纷宣布 锁国或是封关之后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台湾怎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蔡总统已经出来说 千万不要囤积物资 盛梅怎么看 病毒会传染 可是各位知道吗 其实恐惧感也会传染 这不是台湾第一波的抢卫生纸风暴 这是第二次了 因为在新冠肺炎开始蔓延的时候 台湾就有一波抢卫生纸的风暴 我没有资格告诉大家不要抢 为什么呢 这就是人性 刚刚我还跟远宜在聊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一直告诉我的家人 你真的不要抢物资 因为台湾真的没有到需要抢物资 这样的地步 但是各位 你在节目上告诉大家不要抢 可是当你这个人站到这个超市的时候 你看到前面后面去结上的民众 手里都两串卫生纸的时候 你抢不抢 你照样抢 我家还抢了四串 我家书房堆满了卫生纸 堆到山一样高 我刚才跟远宜说 是不是下次我要带两串卫生纸 然后提供给你救急用一下 那为什么有这么高度的恐惧感 但是我刚才我还要提醒各位 就是第一 政府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物资不于匮乏 真的不需要抢 而且各位 你知道抢最多的是什么 除了这个卫生纸之外 罐头泡面 其实这段时间 你要提升自己的健康力 罐头泡面不需要吃那么多吧 是不是 你一直吃罐头对健康就有用吗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想延续刚刚永平杰讲的 那个概念就是 没有错 台湾的防疫真的做得很好 全世界都说 台湾是防疫这个工作上的模范生 但我们付出的是一个什么代价 是我们的政府 它营造的是一个高度的一种恐惧感 我们滴水不漏 我们每天就告诉你 你一定要小心 但是成功面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要害怕 为什么你看欧洲美国 其他地方 为什么它的大爆发 它的疫情没有办法控制 一时之间是因为它的民众 没有那种恐惧感 可是相对于其他国家 台湾民众的恐惧感 那是破表 大家都知道要请洗手 大家知道要戴口哨 只要旁边人一咳嗽 你马上退三步 就是那种恐惧感 已经百分之两百到三百 好处是 的确我们就是防疫的模范生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会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当高度的恐惧感 爆表之后 就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会去抢物资 不用你讲 我们的疾管署的人 才去公开的讲说 你留学生最好不要回来 你这有什么心情 你一个政府 你站在全部人的角度 你有考虑过 我们家长的心情吗 大家现在都很需要安全感 那么台湾的心理防线 就建立在 我们能不能够决战境外 还有能不能够买到口罩 好 那么昨天官员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说我们和美国达成了 一个互惠的合作条件了 也就是口罩 每周十万片 可以换到三十万件 防护衣的原料 这个消息一传开 是一则一喜 一则一忧 网友怎么看呢 就有网友说了 台湾自己都不够用了 还要给美国吗 那么一个人说 难道我们台湾人 自己都有一个月的库存了吗 那么每周十万个口罩 可以换三十万防护衣的原料 这到底真的划算吗 因为有人说好像是划算的 因为防护衣比较贵嘛 可是有人说 我们拿到的只是原料而已 那么也有人说 防护衣加上疫苗的合作 是文赚不赔啦 而且三十万件 防护衣的原料 等于是一千一百四十万片的口罩 真的是这样子看的吗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就说了 希望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协助 未来可能除了物资交换之外 还可以有其他防疫上的合作等等 但是这算盘到底应该怎么博 永平怎么看 其实对于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 我认为能够越跟国际上来合作 都是越好的 这个是一个值得支持的方向 只是说台湾每次这种事情 你就很容易搅到政治意识形态 比如说现在是跟美国合作 跟美国交换 大家就拍一首好棒棒 那如果说跟中国大陆合作 马上就在那边讲一大堆 我觉得大可不必 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 是最早爆发这波疫情的地方 可是它也是最早的 目前看起来已经成功的控制住 今天最新的新闻是什么呢 是大陆已经竟然做到 除了进口病例 进口案例 进口案例就是跟我们台湾的情况 一样就从国外回来的 还有发现确诊案例以外 它今天的最新数字是 它的本土案例已经是零了 全中国大陆那么大 已经没有一个本土案例 而且它曾经严重的到 武汉跟湖北省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不用我们细讲了吧 大家都历历在目吧 但是它用那么强硬的手段 然后各种的方式 然后它用很多高科技的方式下去控管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样子人没有 这个人身自由 你有去 有在大陆有亲友的 或者是跟他那边了解人都知道 他们在那个封城的时候呢 它不是只是你看得到的这个运输工具封 你每个人要拿一个QR code 还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你才可以进出到某些地方 甚至你要到你的那个回你的小区 你如果没有刷脸 你要去工作 你没有刷脸 你是根本什么地方都去不了的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哎呀这个违反人权 这个搞得很不自由 这个很恐怖 可是这也 它的方式也说明了 你能够很快速的在疫情相当大程度的爆发之后 现在能够控制 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全球大流行呢 台湾真的不能自以为觉得 哎呀我们就好棒棒好棒棒 现在我们的案例 一直维持的不错 除了我们很多东西超前部署等等呢 真的我们到现在 比较让人烦恼的是 我们还没有做到像韩国一样的快筛试剂 到现在只验了两万例而已 韩国是一天最多可以验两万例 我们到现在才验两万例 两千 我是说全部加起来 到现在那个才差不多总共才两万 那我们因为验的这个部分 因为没有快筛 所以大家今天想想看 我们要什么决战机场境外 我们如果早就有快筛的话 我们能不能让机场的时候 进来的人就分流 然后有一些人认为说 他不管有发烧有什么的话 他就立刻赶快就去快筛 如果能够做到像韩国那样的话 那你快筛很快出来了 他进来他该去什么防疫旅馆的 他该去什么地方的 他该怎么处理的 你很快就能处理的嘛 就不用像今天大家这样 现在我们台湾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大家这几天的那个心情 刚才历史哥也讲 盛梅也讲 那种心理防线感觉上有一点脆弱 很简单 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未知的状况 那个未知是什么 那个未知就是欧洲胎时大流行的三月初 到一直三月十五六号我们宣布说 这些国家通通都三级 你们都不能去之前的那两个礼拜 有很多人从欧洲回来 而且那些很多人回来的 你都没有监管 就实际面来讲 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民众的留言 当然纯粹就台美的医疗资源的互惠交流 当然大家是赞成的 只是大家认为说防护衣这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到 但是口罩是每个人都会用到 那台湾是每个礼拜提供 十万个口罩的话又来了 民众会有一些恐慌感 那我个人认为是 的确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能够相互帮助最好 但是台湾最珍贵的是什么 台湾最珍贵的是我们的防疫的经验 比方说我们一开始口罩制度 我们禁止口罩出国 我们的防疫的这些策略 能不能输出经验 不见得要输出物资 因为你输出这十万口罩 会不会又造成民众的恐慌感 他又去抢口罩 反正你现在也抢不到 因为你要按照规定去买 但是他没有安全感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又来一波恐慌 我觉得这比较是我们要担心的 台湾现在大家心里很恐慌 就是这个两个礼拜空床期 进来了很多从欧洲回来的人 欧洲现在的疫情真的非常的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意大利因为死亡的人数 是24小时暴增 475起创下单日的新高 因此棺材根本没有车辆可以载 你看到的都是军车 坦克车军车来干嘛 都是来载运棺材的 米兰15公里外地处养老院 爆发集体感染 有25名长者接连丧命 因此教堂里面塞的满满的都是棺木 然后殡葬业者负荷不了了 拜托政府当局出动军车 就是要专门来协助载运棺材的 那么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学生要从欧洲赶紧回到台湾 但他们发现机票真的是抢不到 就算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比演唱会还夸张的话 就一直在刷那个网站 就是经济常有被炒到四万块这样子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有人说 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 去把这些在外面滞留的学生给接回来呢 我们来听听交通部长林佳龙怎么说 旅外的学生 他们有反国的需要 我们应该提供这个服务 那因为指挥中心它目前是比较倾向于 比较大规模的移动 好 我们先前才说 这个刘英的台生想要从这个 英国伦敦回到台湾 经济舱的机票一万二到两万之间 因此飙涨了四倍到四万多块才能够买到机票 但这个是昨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是来回的机票已经涨到了44万 单趟要二十几万才能够买得到机票 这样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回到台湾呢 很多家长都很心奇说 是不是应该要赶紧包机来让这些人回来呢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费委员 刚刚交通部长林佳龙的回答你怎么看 都是口惠 实不自 嘴巴上讲有帮助这些留言 帮了什么忙 可不可以举些例子 我们很多立委要求 教育部像这些学生 我们要去帮他忙 今天联合报就登出来 也是实际案例 在西雅图的学生 他是交换学生 他先知道他毕业的问题 先知道学分问题 先知道要做飞的问题 我们政府有帮他一点忙吗 一点忙都没帮 教育部也好 交通部部长也好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 说你帮了哪些学生的忙 我们的旅游团包括在非洲的 在秘鲁的好几团 我们现在政府也是束手无策 不是吗 对游客束手无策 对我们的学生也是 一点只是讲说要帮忙 我们还有了不起的 我们的疾管局的局长 说你们最好不要回来 是不是 你讲类似的话 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政府真的是要 发自于内心的行动 说我怎么样把你从学校接出来 或者是我们外管 然后帮你去订机 如果学生很多的话 我们用专机 然后你的学分要怎么帮你 我们在台湾的学校 帮你去联络 让你可以顺利的毕业 顺利的回来 我觉得我不苛责 我们的政府官员 他人力有限 但是不要只说 我们有帮忙 像林亚罗刚才讲 我是觉得都是讲那个插话 讲那个插话 大家听得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林部长说 考虑避免大规模的移动 可是现在可是有上万名的学生 想要回台湾 他们现在如果一起赶回来 那么大家很担心是说 我们的机场是不是没办法负荷 可是如果说你要他们不要移动 接下来拖得越晚时间越久 回来的时候 染病的几率跟风险会更高 等于我们迎接他们回来的时候 如果都是染病的人的话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 是不是反而影响更大 律师哥 我觉得现在很大的可怕的是什么 第一个政府的功能是什么 政府功能不就是安邦护家吗 安定国家 然后保护我们的国人不是吗 就现在你不要回来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之前对武汉那些人就是这样 他现在还不准他们回来 还给他助寄 而且最糟糕的是 还有很多网红在宣传 在宣传说 你们这些去旅游就是该死什么时候 他不是去旅游 这些人是去读书的 是 而且这种造国移动 在这种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时代 这是必然性嘛 难道我们都不要出去吗 那今天出去是他的原罪吗 我觉得第一个政府跳出来 讲这些空话之前 先把他们解除这些原罪很重要 你政府说一声 我相信这些网红就停止讲话 这社会我们要面对 真切的面对问题 国家 国家守候的是谁 就是国民不是吗 那他们出去难道不是国民吗 他们也是故意出去的吗 那我们常常在讲超前部署 说的我们顺时针做得很好 是 也许真的疫情这件事情 我们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可是针对所谓实质上的超前部署 国外的这些人 早就大家就在讲 那时候对武汉包机 我们喊撤侨 喊得多硬啊 第一波 然后后来因为触交之后呢 又变成反正改了很多 可是呢 现在好像遇到这种 实质上该面临问题的时候呢 看起来是显然是完全束手无策 先不管他们是不是出去 就算他们出去好 你要谴责他什么 可是你还是要履行你政府的职责 你不能像这些网络的网友一样 你不能像这些网红一样 他丢一句话他是没有政治责任的 你是当朝者 你是再为官者 你的功能是什么 就先发挥你的功能 那我们这个 我们也不要一味的批评 我们回归到一个很简单的状况 第一个这些回来是必然性 因为他们在那边 没办法组织他的疾病 你自己 大家自己回头想一想 自己的心理就好 如果你的孩子或你的亲戚 你的家人在那边 当地有医疗崩溃的风险 你会希望他在你家 在国内可以处理还是他在那边 高昂的医疗费用 不知道的医疗状况 体系会不会我们什么都未知 当然大家这是心理心态 所以这叫必然性 我们来看到桃园有四个官员 有两位是二月底去欧洲度蜜月 那么另外是有去荷兰考察九天的 好那么桃园市政府声明说 哎呀那么因为当时是没有升级 那不是跟里长情况一模一样吗 好还要来看到台南 台南这两个公务员 也是有去冰岛的是去度蜜月 也有去土耳其的 那么台南市政府现在很严厉 说两个人因为也是理由是一样 就是说因为当时出去的时候 还是二级以下 后来才变成三级的 但是要求他们立刻回台湾 而且要居家检疫十四天 而且年终考机可能会有适当的处理 有明姐怎么看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刚才主持人分析的很有道理 就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会去挑剔 不管是里长或这些政府官员 然后好像在这边很愤怒的泄愤一样 因为我们的疫情现在把它所有的管控很脆弱的就是说 我们要隔绝在这个机场 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为什么刚才一再的强调讲这个快筛 因为你没有进行这个快筛 你造成的大家的不安全感 到底谁会谁不会的时刻 你当然就会有一种想要发泄的情绪 所以这个问题台湾不可能不面对 我的了解是我们有没有快筛技术 不是说我们中研院什么的早就那些快 还会那个什么卫生研究院早就快筛技术 因为快筛技术不会很困难的 你如果很困难的这个韩国怎么做到的 中国大陆怎么做到的对不对 那既然可以我们听说台湾还是跟美国当时的这个快筛的这个问题一样 它就是卡在官僚体系 就它要搞四个月 它才给你许可 现在我们哪还有四个月可以拖 那这件事情同时呢 我的观点呢还反映在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整个这个疫情一级开设的时候 有人就在探讨 指挥官应该继续是陈时中 还是应该拉高到行政院长 甚至是副总统的层级 那今天也证实了 你的一级开设放在陈时中 这样的一个部长的结果 就是表示其他部门呢 有需求有想法呢 通通都没有办法贯彻嘛 譬如说交通部长林家龙 讲的说不要大规模移动 你看他讲的那个语气那么的心虚 他的意思其实从交通部长 现在华航长龙都没有生意做 赶快派班机去欧洲 有需要的留学生一样跟他收费 赶快把他载回来 有何不可 你还可以挽救一下 国内的这个飞机的航空产业 可是为什么林家龙部长 讲话要这么小声 因为我们主导这个 所谓一级开设的人呢 完全是从疫情控制 他完全不能够增加说 我的这个案例可能会增加一点 所以呢我们的疾管署的人 才去公开的讲说 你留学生最好不要回来 你这有什么心情 你一个政府 你站在全部人的角度 你有考虑过我们家长的心情吗 这些在留学的人 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精英的主力 不能够让他们生病 要赶快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国际间的这个最新的画面 让大家看了有点担心 因为荷兰国会有议员在发言 接受执询的卫福部长布鲁恩斯 突然整个人腿也软就昏倒了 消失在执询台 目睹这一幕所有人都吓呆了 急忙上前去关心 而这个脸色惨白的卫福部长 被其他人搀扶起来 喝了几口水 感觉状况还是没有恢复 因此就赶紧离开这个议事厅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真的是世界各国都有官员 纷纷染疫比较受到瞩目的包括了巴西 巴西总统防美团除了他这个新闻秘书 跟川普总统拍照的这个法比欧已经确诊之外 其实这个防美团22个人当中 已经有17个人确诊了 因此美国总统川普都赶紧去检验一下 是否受到感染 而且意大利今天还传出第二名市长 死于新冠肺炎了 所以这些官员纷纷染疫 尤其是指挥官如果染疫的话 恐怕会让疫情是不是会雪上加霜呢 方委员怎么看 当五角大 美国五角大厦他们把国防部的部长跟副部长 把他隔离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态很严重 刚才主持人讲说巴西到美国的访问团 22个有17个中标 接待巴西的代表团的美国白宫的人士 现在网络在传说川普总统的夫人好像好久没有露面 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在担心 当你一个国家的领袖 当国防部长都重要的阁源的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就顺着永平刚才所讲的话 这个快筛为什么一定要做 大家讲说现在快筛 台湾是有这个能力来做的 刚才讲中研院国务院院 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事实上其他民间的厂商也都有这个能力 大家讲为什么不这样做 还想说是不是怕土利什么厂商 就此刻就算是土利 我想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都觉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好 土利就土利 只要土利到老百姓就好了 最主要是不能再真的只有决战境外了 因为我们的境内难道不需要开始努力防疫了吗 因为你看在今天已经传出高中 因为之前去希腊回来的高中生已经传来给他同学 所以全校停课了 永平姐 对 其实台湾最喜欢讲的就叫超前部署四个字 这个超前部署我觉得在我们第一阶段 有没有帮到我们游 就是在大陆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民众的配合 大家有SARS经验防疫的部分 我们做了几个决策 到现在也证明对 可是对的部分我们的政府官员真的不能够过分自满 因为如果我们以拳击赛来比喻好了 这个才第一回合第二回合 你没有打到最后 你最后结果如何 谁胜谁负输未可知 那你现在如果说我因为一回合二回合 我的超前部署不错 结果我现在没有继续超前部署 我结果落后部署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超前部署 今天西美市政府侯友宜市长 不是又等于也开第一枪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侯友宜在台湾的角色 有点类似美国纽约州州长 库谋对于川普的角色 就他很多的事情他都提前做 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就先下令 说这个西美市的师生不要出国 说真的他提前做了一天 马上中央政府也宣布 那当然大家会有考虑什么为不为现 事实上也很快没有这个麻烦了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出国 也没有地方可以入境 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宣布 主要国家都宣布 你不是我的这个拿我的身份证 或者我的公民 或者我的永久居留权 你根本拒绝入境 那现在你能出国去的地方 已经变很少了 这英俄国是吧 对 可是今天 我们美国还没全部 没有啦 真的 天国 真的不好意思讲这几天 就是单程 对 你没有回来的路了 最大的笑话是这个 可是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真的发布 多少人以下的聚会 必须要禁止 因为你只要指挥中心不发布 你现在随时让主办单位 自己去取消的人 那个主办单位也会被拖垮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接下来的清明廉价 是防疫的重要考验 因为大批的人潮要返乡 但今天就有人记忆了 是不是应该要在台铁 跟高铁的售票口 要来卖口罩防疫 盛美怎么看 可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划吗 我担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划 你还是没有办法买到口罩 不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 因为我有朋友 现在已经开始在返乡祭祖了 怎么祭祖就是直接视讯 告诉祖先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就没有办法到您面前了 那是不是用视讯的方式就好 因为你还是希望民众 尽量不要搭这种大众运输工具 因为这样子来来去去 回乡再回来 是不是就增加感染的风险 总要有一些应变的方式嘛 对不对 祖先不会怪你的 真的 这一点是不是要教育大家一下 就跟不要抢卫生纸的概念 不就一样了 是不是 尤其你如果返乡 全家大小都去 你认为这个疫情的破口 会不会增加得非常严重 一定会吗 很令你担心